上 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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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练了 大家都站好队 好 个个都像勇士 爹要问你们 敢同爹的一起登上战船 出海去作战吗 敢 好 像我 侍郎的儿子 来 亲爹的一口 孩子们 记住 出征之前 一定要保守秘密 千万不能把风声透露出去 马上把铠甲脱下来 藏好 尤其不能让你们的母亲知道 你们这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不是去女兵营帮忙去了吗 怎么 把衣服脱了 回去走书 快一点 快 快走 娘 娘 你也先回去吧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想哪儿去了 听到什么风声了 什么事都没有 放心 我原以为你是想孩子了 才把孩子从老家接回来 没想到你这么狠心 你是想让他们出海打仗是不是 我是想让他们在刀锋剑鱼里 历练历练 可是我的孩子还未成年 最小的才七岁呀 你是让他们去打仗 还是让他们去送死啊你呀 你看你说的 谁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孩子 去送死呢 那你想干什么 我们世家卫平台 死了多少人 难道还不够吗 你这是用刀子挽我的心 你知道吗 既然瞒不住 那我就告诉你 此次平台 我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你是大清的臣子 你有义务 尽忠 眷屈 可是我的孩子还没成年 他们没有这个义务 我瞒着你 我也是没有勇气告诉你 可是 可是什么 你去问我皇上 他愿意带一个七岁的孩子去打仗吗 一人 这一点 二人 就在了头 しく不就可以了 你就是想要活 此次平台 快要活 你能够吃 你能够吃 你能够再做什么 怎么可能 再做什么 我判了十几年呢 今年我也六十有三 来日不多 我生平最大的夙愿 就是平定台湾 让大清江山得以一统 我知道前途凶险 战场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可是如今军中又有人掣肘 我之所以带着这些未成年的孩子 上战场 是想告诉所有的将士们 你们敢于为国捐躯 我施郎一家人也勇于殉国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下必死的决心 难道 我就不心疼我们的孩子吧 夫人 侍郎 求你原谅 难道还要我给你磕头吗 放心吧 孩子们不会出事的 我会把他们交给最稳妥的将军们来照看 我知道我争不过你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没有比你更傻的人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本来就是个傻子 等台湾平定了 侍郎从此再也不干傻事了 我要陪你回到我们的老家 雅口 去安安静静地过田园生活 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听你的话 好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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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水师倒海之前 智台大人亲临佟山靠牢 是对我将士士气的激励和昂扬啊 共被我主无足挂齿 海贼在澎湖的布防情况摸得准了 这是最大的缺憾了 我们派过十多几船队侦查 师大人也亲自去过 不是被风浪所阻 就是被刘国勋的巡逻船遇上 靠近不了 只有娘妈宫的布防知道的稍微多一些 在这稍等 父亲 我们女营在海上抓到了一个贼 是个女孩 不过她什么都不肯说 声称只有见到您和姚大人才肯开口 带进来 嗯 进来吧 来 海葵 海葵 怎么是你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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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别哭 啊 来 有话慢慢说 啊 来 这位 这位姑娘是 我常跟你说的 我的义云海葵呀 就是那位台湾落难的公主吗 嗯 你不是和世宗和姚云在一起吗 这么说您就是水师提督 师大人了 正是 正是 不要避讳 有话尽管说吧 这两支饼 是师公子让我交给您的 姚大人 这是您亲笔所述 当年让世宗假投降 真卧底的信呢 这就是我授权世宗假乡敌的首令啊 这个请吴侍卫转交给皇上 这是洗刷施公子的耻辱 还施式家族清白的凭据啊 放心吧 我会的 姚大人 为了此事 我让别人治这脊梁骨骂了何止一日啊 今天终于欢意清白了 安逵啊 施公子和姚云他们都怎么样了 施大人 在另外一支笔梨里 有澎湖的海防图 这是施公子和姚云姐最后的愿望 他说你们平定台湾时会有用的 我的女儿啊 你取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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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他 你取得值 你取得值 此讯 你取得值 善于 你在川illa 妖玉 妖玉 在这牢中火受罪 还不如死了 总算是命不该决吧 不知道海归现在去哪了 可是 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杀我们呢 也许留下我们当活口 他们可进可退 我们两人 毕竟是两员平台主将的儿女啊 别担心 我想 说不定我们的水师大军 只有正在进兵旁枯烈倒呢 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不会杀我们的 只要能看着你 我就知足了 我什么时候死都行 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 我应该是要死都行 我不是要紧了 我就是要死都行 一个人 也就是要死都行 那我们是要死都行 诸位将军 奉皇上御旨 此次平台 志在必得 进兵台湾 必先夺取澎湖 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 也是台湾防御之重要屏障 刘国轩苦心经营多少年 调计了台湾半数以上的兵力 在此处设访布阵 我们必须一鼓作气 拿下澎湖 以得胜之师 攻占无援之城 造成打兵压境的感觉 他们人人自危 台湾不攻自破 只有拿下澎湖 才能逼迫冯夕范 老老实实地坐在谈判桌上 向我们投降 这也是 我们进军台湾的目的 这次 师军们选择在 六月台风季节平台 是冯夕范和刘国轩做梦也想不到的 师军们曾经有过三次平台失力之教训 从战略上讲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我们会在六月台风季节进军 冲走失败之路 我认真总结了三次平台失力的教训 此次平台 立在南风 其理由是 北风日夜凶猛 我们的船队竟是顶风顶流 难以逆行 而刘国轩则已居欠豪内外 据我船队上风上流处防御 异于抵抗 我船出击难以取胜 南风则柔和 立于周时安全横渡 我水师从铜山出发顺风作浪 船队得以并行呼应 进入澎湖 进入澎湖海域后 向左逆行四海域 这里有许多暗礁 而后船队向右转 逆风而上 直倒澎湖 各船队之间可相互呼应 士兵们无悬晕之患 深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权备 各船队记住 要以我旗舰龙骑为核心 服从指挥 此次出征 从战略上来讲 我们要先去台湾的门户澎湖 在时间上 一番往常东北季风的传统方式 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对于台湾岛内 愿意归顺投降者 一定要从忧待之 对于那些顽固抵抗 分裂国土者 坚决予以荡平 在战术上 我们要以少胜多 撞开台湾的大门 各位将军 此次平台 事关我朝统一大业 我侍郎愿意和驻卫将军 并肩作战 同生共死 并肩作战 同生共死 拿下台湾 报告副帅 施加儿子整装待发 准备随副帅 准备随副帅出征 向你们的母亲告别 娘 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这么任心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你为什么非要他们上船 他们这么小 什么也不会做 咱们的某个儿子 能顶得上五千个士兵 我就是要告诉将士们 我侍郎全家出征 决心死战 是为了鼓舞他们的士气 好了 不要流泪了 给孩子们做出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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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站下来 随父出征 别急 Independent 阿姨 小 hoped 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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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指甲军到 指甲军 愿神明慈祥的妈祖 保佑我水陆舟师 一帆风顺 开歌高奏 诸位将士 本军们已得到皇上进军澎湖和台湾的秘址 因谋自立乾坤的海贼必将奉灭 台湾乃我大清江土 绝不允许被割裂 窃居澎湖和台湾的海贼 因谋自立乾坤 本军们奉天命进军 兴正义之师师出有名 将士同心 所向无敌 草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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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 得道者多注 失道者寡注 窃居澎湖和台湾的海贼 一谋自立乾坤 便是天下的罪人 我 正义之师 乃是替天行道的讨伐之师 必将功无不克 负草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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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兵一时啊 姚志台已为我水鹿舟师 背行了粮草兵响 仅这一个月 就遣传解运犒赏银 一万九千两 加上此前提取的一万六千两 共计三万五千两 姚志台称这是共资犒赏之银 我 不怕他剩下 我是怕他不够 负草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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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鼓舞之姿 待我 凯旋班师那一日 这陶艺功 应当记在 姚大帅的身上 哪里哪里 是 战场上只看一条 怕不怕死 我侍郎今年六十有三 愿为朝廷出征 为朝廷捐躯 你们都是七齿男儿 都是父母欺下的骄子 你们的父母 肯把你们交给我施郎 为朝廷出征 我在这里 谢谢他们 也替当今的皇上 谢谢你们的父母 负草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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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侍郎的孩子 是血肉之驱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吗 我侍郎的儿孙 是父母欺下的骄子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吗 这些 都是我的孩子 他叫施士伦 他叫施士彪 除了他们俩人 已到了树发出征的年龄之外 其余的还都未成年 这是我最小的儿子 叫施士范 今年只有七岁 他虽未到出征的年龄 但也可胸怀大志 也可请应出征 施军们 孩子们 还如此幼小 让他们随军出征 我们于心何忍哪 施军们 我这军们执意 是想激励我将士奋勇杀敌 不过 让小孩子们上战场 竟比我做人质的感觉 施军们哪 此局 此局大可不必呀 大帅 做人质也罢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施郎帅孩子们出征 是想和诸位将士一起 同舟共计 同命运 军们哪 不要说了 亲人同征的好处是 行同合 死同哀 我愿意 把他们交给各位总兵 把他们领上船吧 愿于 诸位将士共勉 十奉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 福建水师提督师郎 奉旨出征平定台湾 求华夏之一统 得江山之永固 得骨肉之团聚 祈求神明慈祥的妈祖 保佑我水师必胜 大功必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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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兰里 全速前进 小队 你看 前面就是霸杂斗 就是我们穿的必夺的佛川岗 来 传我将令 梅族武传 快速进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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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军门为了早日平定太晚 把全家都带上了 连七岁的儿子都供法站穿上 但愿施军门争战顺利啊 施军门 我是左营标旗 蓝将军手下谦总 他命我向您报告 蓝将军船队身时已占领猫羽和八肇羽 只遇到小谷海贼循海少船 现陆续到达的几阵冠军 可行入八肇羽 作为矛地 知道了 命令蓝礼 船令乌鹰 派人乘小船 攻占八肇羽东面的将军闹 Obrob 混工 楚灵大人不好了 。,狕狼打过来了 站立将军奥和南大云 八肇岛最好停泊的海湾 也让他们站岭了 是谁报告的 !! 雪海小船都来报告 株林根本守不住 侍郎只是要铤而走险哪 他不顺应天使 巴赵羽水及实力 海潮一涨跟巴赵羽一般平 此时又是刮南风 不亦博传之计 侍郎犯了兵家大计了 他毕竟打上来了呀 侍郎真是不顾一切 来得可真快呀 不必犯愁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自古以来海峡风涛是有准信的 现在六月时续 澎湖列岛不会连续五天风平浪静 况且我们有两万余兵守在澎湖 可攻可守的药冲都在我手里 施郎占据的 都是我抛弃的 不义停舟搏船的地方 不要说飓风 就是大潮 也会把他们的船打得反碎 我们不用匪一兵一组 大人 小子有一眼 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从没封过你的机会 有什么快捷 是 那小子就斗胆说一句 小子觉得大人的进攻方向不错 有什么错的 我原来在澎湖住上 知道那儿的部署了 南大禹和将军澳 这两个进攻方向没有好 可是其他进攻方向 遭遇敌军主力 而且不方便登陆啊 这我岂都知 其他几个方便作战的地方 有薛唐和马祖妖 这样我炮火无情 会损坏他们 也影响台湾的民心 现在的步伐虽有损失 不过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大人 尽数小的无知 小的不知道 大人有如此的身谋厌虑 看来小的跟随大人没错 大人恩责台湾百姓 小的身受感动 尽数小的一拜 先来吧 是 大人 命令船队 全速前进 是 全速前进 报 报 禀告大人 水师二镇前锋营李富 和守茂武的提督中镇 左营王险 都因重挂悬殊 顶不住了 我把主力全撤到 娘妈宫一线 朱将军 你真给我丢脸 我会 血迟再战的 周将军 该不会是故意 输给他们的吧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 难道我是奸细吗 总督大人 要是你也如此认为 末将请求惩处 绝无怨言 干什么 大战在即 你们想窝里斗吗 后爷 请允许我带兵趁黑夜 袭击侍郎 等今夜朝落 以众都产之冲击 他们定量溃散 不用 我